丁克儿媳不愿生娃 50岁婆婆扭头去做试管 儿媳崩溃 生下来谁养 雨会 快来医院一趟 我妈出事了 现在还在病房里躺着呢 傅嘉义的语气极为慌乱 在话筒这头我都能听到她沉重的呼吸声 我忙安抚了她两句 第一时间请了假 搭车赶往了婆婆所在的医院 如今婆婆已经是50岁高龄 老人身体脆弱 随便磕着碰着都容易留下终身的后遗症 担忧着婆婆的身体 一路我都要求着司机开快些 说是家里老人等着照顾 但当我赶到医院 火急火燎地询问医生婆婆情况时 却得知婆婆正躺在妇产科的病房 其实阿姨这个年龄 我们是不太建议怀孕的 但阿姨自己特别坚持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替她做了手术 过程很顺利 孩子平安生下来了 耳畔医生的话语还在回响 我看着此刻躺在病床上 脸色虚弱 却仍带着笑容的婆婆 和旁边正哄着婴儿的傅嘉义 这画面太具有冲击性 以至于一时间让我怀疑是不是现实 当傅嘉义试图将手中的婴儿抱给我看时 我本能地避开了她的动作 皱紧眉头冷声问道 这个孩子 之后谁来养 我一点都未收敛语气中的怒火 多多逼人的态度让傅嘉义微微一愣 方才安静下来的孩子也因此再度豪哭起来 婆婆脸色猛地变了 她颤微微地伸出手指着我 喘息半想 才骂道 没良心的东西 给我滚出去 别碰我的宝贝儿子 滚 嫌骂得不解气 她还将我为了看望她专门买的食物整个抛砸了过来 连骨头带熬好的汤泼了我一身 温度不低的汤水让皮肤被烫得通红 好在我躲闪及时 饭盒没有直接砸中我 此刻我也彻底没了待下去的欲望 扭头不快地瞪了眼傅嘉义后 转身离开了病房 将婆婆的叫骂隔绝在了房间里 屋外还围着护士 见我被泼了满身汤水 便给我指明了去卫生间的道路 我道谢后 静止脱下沾了汤汁的外套 憋着满腔怨气去了厕所 我很清楚 婆婆不顾身体情况 也要生个二胎 无非是因为我和傅嘉义约好当丁克 她便自己生一个来逼着我们体会有孩子陪伴的好处 好实现她儿孙满堂的愿望 我恼怒她的一意孤行 明明婚前我在三强调过 不要孩子是我的底线 若是无法接受 那便不耽误彼此 就此别过 傅嘉义口口声声说着家里人会尊重我们的选择 甚至连婆婆自己都承诺过 不干涉小辈的婚姻 要怎么是我们的自由 可当我彻底嫁入这个家后 这家人背地里却没少做些小动作 那时我正处于和傅嘉义的热恋期 加上有了夫妻之时 我们逐渐将昔日的克制隐忍一并抛开 有着丁克之约在先 无论内心的火焰燃烧得如何旺盛 余下的理智都会让我及时打住 催促并亲眼看着她做好保护措施 才会纵容彼此进入下一步环节 次数多了 傅嘉义因此埋怨甚至对我发过脾气 我都会好言相劝 尽可能地在其他方面弥补她 但关于这个话题 我始终没松口 傅嘉义最终接受了现实 不需要我再提醒 她也会做好措施 也不再因为此事跟我争执不休 我以为 这是因为她对我的爱和宽容 让她对我选择了妥协 正当我欢喜我们最终达成一致时 却意外发现她在保护措施上动了手脚 那一刻 身体本能地传来了极为剧烈的反胃感 我冲到厕所吐了个稀里哗啦 然后当即掏出了验孕棒检查 直到确认没有怀孕才放下心来 当天晚上 我直接将证据丢到了傅嘉义的面前 怒气冲天问她 这些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这句话我几乎是吼出声的 下一刻 婆婆就猛地将门板推开 高亢的嗓音完全掩盖了我的声音 干什么呢 段雨会 嘉义已经够让着你了 成天连控制情绪都做不到 动不动又哭又闹像话吗 你这样以后吓坏孩子怎么办 婆婆的话彻底激怒了我的情绪 我猛地将证据全部摔到了地上 带着哭腔骂道 所以你们就为了孩子 用这么恶心的手段来骗我 要是那么想要延续香火 就别过了 趁早散了 婆婆气得手指都在发抖 整个人猛地大声嚎哭了起来 情绪激动地挥舞着双手 崩溃般叫骂道 我就想要个孙子 我辛辛苦苦大半辈子 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 还要被媳妇欺负 这日后还怎么过啊 伴随着婆婆的哭声 傅家一扬起手 直接甩了我一个清脆的耳光 在我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她一字一顿 甚至可以说是目露凶光地逼我给婆婆道歉 那是我们争吵的最激烈的一次 我直接搬回了自己家中待了一个月 直到双方都冷静下来 傅家一主动上门来跟我道歉 并发誓再也不会逼我生孩子为止 跟傅家一相识三年 她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很不下心与她分离 加上爸妈也劝说我 寻一个能接受丁克的良人不容易 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她 那之后她的确在无出格之举 所以我也并未起疑 却不想如今 婆婆直接靠市管 亲自给自己生了个小儿子 等清理了外套的汤字 我也算是将乱七八糟的思绪 梳理得平复了些 婆婆自己喜欢孩子 便让她自己养就是了 我犯不着为此大动肝火 反倒闹得夫妻间不愉快 这个想法有多天真 直到傅嘉义将婴儿抱回家时 我才意识到 面对着电脑 我根本无法集中思绪 处理今天耽误的工作 婴儿在耳边持续的哭声就没断过 偏偏傅嘉义戴着耳机 打游戏时的喊叫 跟婴儿的哭声此起彼伏 家中根本没做好抚养婴儿的准备 孩子被随意的裹在被单内 也不知是为何哭闹 是饿了没人给喂奶粉 还是身下的尿布没人给换 烦躁让连耳塞都堵不住的哭声 愈发恼人 我最终无法忍受的起身 拍了拍傅嘉义的肩膀 见他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直接扯下了他的耳机 孩子送回去 放着你又不照顾 正好你妈疼儿子 也懂怎么照顾 你弟弟交给他最靠谱了 他有些不耐烦 撇了我一眼 随口道 我妈刚走了遭鬼门关 现在肯定要养身子啊 女人不都天生会照顾孩子吗 你去哄下不就完了 阿尔 我不会 你要是不管 我就亲自给妈送过去 反正是她的孩子 我不依不饶地站在原地 傅嘉义手机上显示着游戏输掉的画面 他骂了句脏话 猛地起身推散我道 你去送 你去送 反正我妈肯定不给你开门 到时候这孩子死你手里 你就满足了 说完这句话 他直接去了隔壁房间 摔门声在客厅内回荡 甚至还能听见繁琐的声音 孩子还在哭个不停 我闭着眼睛 逼着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去了最近的商城 购买了我所能想到的 所有照顾婴儿需要的东西 到头来 这个如同累赘般的婴儿 还是落到了我的头上 刚出生的孩子根本离不了人 我哄了他一整晚 他持续哭到了凌晨才入睡 眼看离起床的时间只剩半个小时 我索性轻手轻脚地爬起来 提前做好早饭 待傅嘉义醒来后 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到底会不会带孩子啊 昨晚吵了一晚上 委屈彻底堵死了我的嘴 一整晚的劳累耗尽了我的精力 我甚至连跟他吵架的心情都没有 勉强验了两口早餐后 我便提包赶往了公司 公司内要好的同事看我憔悴的面容 都以为我婆婆出了什么严重的病 甚至连领导都赶过来告诉我 要是病情真的很严重 请假一段时间也没关系 别太难为自己 午休时间 我接到了物业的电话 小孩子哭闹到楼上 楼下的邻居都听得不舒服 扰民得很 家里居然也没大人看着 太不负责了 太阳穴疼得厉害 我最终还是选择请了一段时间的假 来照顾这个被迫交给我的孩子 照料孩子比我想象中还要繁琐得多 我又没有经验 只能边做攻略 边打电话询问妈妈 甚至连妈妈知道我唐突要替婆婆养小叔子了 她都无比惊讶 我每天都在跟傅嘉义争吵 她始终认为我替婆婆照顾下孩子无关紧要 那么多妈妈都坚持下来了 我甚至都没忍受生孩子的痛苦 只是养个小孩子就叫苦连天 第五天 我将小孩子放在婴儿车里 带着所有的幼儿产品 敲了整整半个小时的门 才终于见到了婆婆 有病吧 不知道别人要睡觉的吗 你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 婆婆睡眼稀疏 见我做事就要关门 我直接用胳膊死死卡住了门的缝隙 婆婆刚生完孩子 力气虚弱 自然敌不过我 愣是被我强硬的推开了门 我根本不理会她的叫骂 直接把孩子和东西全部放入了屋里 头也不回的就要走 孩子你拿走啊 我哪里伺候的过来 我现在连下床这腿脚都发抖 段雨慧 你有没有点良心 她见我不吭声 上手就要来拉扯我 我挣扎的将手抽回后 冷声道 我开始就说过了 我不养小孩 这是您的孩子 您就自己养 别放在我们家 婆婆上手撕扯我的头发 尖利的支架深深地嵌入我的皮肤 咬牙切齿道 我那时把孩子交给他哥哥带 嘉一愿意照顾他弟弟 你个毒妇凭什么拦着 你想逼死我们一家 我先掐死你这个该死的东西 当支架在皮肤上滑开一条口子的瞬间 疼痛让我彻底也丧失了理智 本能的反手拍开了婆婆的胳膊 却不想 婆婆因此险些摔倒 好在最后一刻我及时扶住了他 而这个举动 传到复会议口中 变成了我家暴他妈妈 还试图害死他的弟弟 他因此不仅闹到了我公司 让我给婆婆赔礼道歉 还公然上我家讨要医药费 逼得我爸妈不得不给我打电话 希望我能好好跟复会议说清楚 我心里清楚 爸妈不奢求太多 只求我工作顺利 家庭圆满 如今两样都被复会议搅得极为不顺 难免爸妈成天为此事犯愁 我最终选择了向复会议道歉 陪着婆婆去医院检查了身体 但也跟婆婆和复会议说好 这个孩子放我们家可以 但婆婆得跟着过来照顾 或是由复会议和我平摊请保姆的钱 婆婆不肯花钱请保姆 选择了亲自搬过来照顾 但婆婆自己的身体本来就不好 一做事就连声抱怨着身体各种不舒服 孩子还是得交给我照顾 至少我不必为此请假照顾小孩了 每天上班都成了逃避的唯一途径 偶尔我甚至可以找理由 在公司连续待整整一个星期都不回家 马上问题又来了 因为是试管婴儿 加上婆婆老来得子 婴儿的身体很差 隔三差五生病 婆婆也不知是从哪听来的谣言 咬定是孩子没吃到母乳 营养不足才生病 可婆婆这个年龄根本半点奶水都没有 我又压根没怀孕 哪里来的母乳给孩子喝 我索性不把婆婆的话放心上 还是挑选品质好的奶粉喂着 同时做些有营养的腐蚀 但婆婆还是整日神神叨叨 反复在我和父会议面前说教 我抱着孩子哄她睡觉 把婆婆的话通通当成耳边风 那时我一直想着 我只要撑过头几个月 待婆婆身体恢复了 我和父会议就能回归到起初的状态 这个孩子的诞生是我们矛盾的根本 只要没了他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如我所愿 时间长了 父会议总算开始有作为哥哥的担当 愿意分担家务 照顾孩子的琐事 会陪着逗孩子玩 让我能休息片刻 睡个午觉 生活好转 工作重新有了起色 对我而言一切都在变好 而这种好转 并不意味着父会议终于被孩子唤醒了责任心和父爱 反倒是意味着 它开始另有所图 胸口的堵塞感让我总有些喘不过气 甚至胸口的顶端传来了尖锐的疼痛感 让我不得不反复停下手中工作 微微按压来止疼 可当我手指触摸上胸口时 却透过布料意外感受到了湿润的触觉 我心跳猛地停滞了一瞬 忙起身去了厕所 胸口如我所料般 被乳汁打湿 我只得用纸巾擦拭干净 却觉得疼痛和堵塞感愈发强烈 让生理性的泪水不断掉落 而更让我心慌的是 身体也随着擦拭变得滚烫 慌乱的情绪让理智逐渐濒临崩溃 我无法理解为何我并未到孕期 却会分泌奶水 但这种现象足以让我无比羞耻 当即赶回了家 家中没人 我怕惊扰孩子 捏手捏脚地回了房间睡觉 正当我盖上被子时 却听到了复会议和婆婆进门时的谈话声 那要好使吗 孩子可不能再喝奶粉了 有害得很 还是得腐乳才能养得白白胖胖 婆婆语气里带着告诫 紧接着复会议得意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底气十足道 肯定的 我混在茶里端给他几次了 骗他说是提神的才有药味 他压根没怀疑就喝下去了 昨天我检查过 已经开始有奶水 效果可好了 复会议发出了黑黑的笑声 语气里都带了些猥琐的味道 打趣道 现在他那方面都主动多了 据说这种不正规的药用多了还容易成瘾 到时候不愁他不愿意亲自给我们生一个 婆婆紧绷的声音这才放松下来 埋怨到要不是难得这个女人有钱 也不用一直这么哄着她 现在的女人就是被网上的外里洗脑了 还丁客 不传宗接代 也不怕祖宗怪罪 我此刻已经换好了衣服 手机还保持着录音状态 将其放到衣服夹层的口袋后 我直接推开门 冷声道 我自然是不怕得罪的 毕竟你们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不嫌给祖宗抹黑 我这算什么呢 我的出现让两人吓了一跳 婆婆不敢置信地瞪着我 手指头举在半空中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估计二人也没料到 往常总在公司待到半夜的我 今日为何会突然提前回来 但我算彻底看清了这两人的真面目 就是仗着丁克的油透骗钱骗色 靠着不用付小孩的责任 却能从我这源源不断地拿钱 离开这个家后 我便开始着手收集各类证据 包括先前的家暴 诬陷 如今的下药等等 随着调查愈发深入 我居然还查出 傅会议私下跟年轻妹妹私混的记录 连同这些证据 我用一纸离婚协议书将傅会议告上了法庭 虽说官司打了足够长的时间 但最终也算是让这个渣男没能贪到一点便宜 傅会议有个二胎弟弟闹得人尽皆知 根本没人肯再嫁给他 他自己又没什么本事 沉迷出入风月场合 染上了性病 没多久就彻底躺在病院内 靠着他妈成日边抹眼泪边伺候 我则因错失完善躲过一劫 也彻底认清了自己想要的目标 决定先完全投入工作 待真正遇到对的人 再考虑爱情和陪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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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